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让人体带了则纳 愿时间谦逊多过于骄傲 愿时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谦逊多过于贪婪 愿天空保佑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白点点脱宽 愿生命虽然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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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佛菩萨都是这样慈悲 示现为了利益众生 那我们这样来念佛 就要学佛的心态 这种悲心菩提心 那是为了达到成佛 我们要来精进的努力 那么累积成佛的质量 就能够圆满佛陀的功德 来慈悲一切众生 简单的说 所谓正念 它就希望你不要有不好的念头 像农历七月份 天天要孝顺报恩 由自己的父母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累劫父母 立在祖先 然后呢 一起到所有众生 包括伤害过你的 伤害你的敌人冤心在主 你都要对他孝顺报恩 整个七月份 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当然有这样的心态 当然就不会去造恶业 当然就会尽量去帮助众生 那这个叫念佛 很多道场看到很多义工菩萨 忙忙忙的很高兴 却很烦恼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佛法的滋润 做点善事有福报 没错了 但是内心里面没有佛法 如果内心没有佛法 他就不了解外在需要什么了 所以 而且碰到逆境 那就受不了了 所以做义工 跟我们法师一样 我们法师 念一下 自受用 才能他受用 他就说 我内心里面得到平静了 就算我不讲话 我都可以给人平静 我内心得到柔软了 然后呢 自然别人看到你就有柔软心 而不会起烦恼心 了解吗 所以我想各位 这跟你有说话没说话都没关系 看人就知道这个很坏处理 所以有时候我 我比如说我从板桥进来 我站在门口怎么要派 虽然他是要照顾师父 但是他对别人很坏 这个就没有资格做异国菩萨 因为我们这边又不是赌场 为什么你要对别人那么凶呢 走错也没关系啊 走队就好了 那些老菩萨很委屈 我没做不对 我把我挂 因为一共有听爱过 听不懂吗 不要太凶 因为我们这边是来服务的嘛 来修忍辱修慈悲的嘛 来修孝顺报恩的嘛 我替各位讲两句好话 对不对 各位委屈好久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 义工一定要微笑 你没有微笑柔软心 还不适合做义工 先去扫厕所做义工 但是你如果要站在门口做义工 你一定是微笑柔软欢迎 这样就好了 做错没关系 再错就好了 因为让对方自觉嘛 那我们是做模范给他看 而不是管人家 这样就对了吗 这个就是念佛 念佛 它是用悲心引导对方 不是用特权去管对方 这个叫慈悲导 并不是说我挂个义工 我挂个管理者 我可以去管别人 没那个意思 因为佛法不能用世间法来操作 尽量一定要把握 第二个念法 那为什么可以成佛 那各位要看佛经 佛经里面讲的就是因果 空性 出离心 大悲方便 帮助众生的方法 等等 第三 念身 这个最重要 什么叫身呢 真实按照对佛陀的信心 而在实践佛法 从你的生命 人格表现出来 为身权 身权不见得是出家人 出家人有不 所有不见得具足身权的资格 在家人不见得不能做身权 意识所大称的身权 是有真实菩萨心的 有菩萨形的 名为身权 那连天人都尊敬你 世间人更是尊敬你 所以自然地成为人天福田 所以各位大家来做人天福田 所以这个叫念身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加入这个身权大海 这个三宝弟子 共同来护持佛法 来守护众生 那守护众生 那不分各种宗教 不分各种形象的众生 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 要保护它 第四念天 长寿安乐 那慈节可以升天 所以当然我们站在佛教 我们希望大家念一下 往生净土 去极乐世界最殊胜 那到极乐世界 能够体悟空性 学习菩萨道 等等等等 第五念戒 清净身心 我们守三归一戒 有没有离开三归一 比如说这个月叫孝顺报恩月 你不能跟爸爸妈妈吵架 你不能跟公婆婆婆耍脸色 因为这个月是孝顺报恩月 每天都要拜祖先 所以千万没有任何理由 你要发表 要等到七月份过去才发表 你不要在七月份离家出走 让父母是长伤心 但是很多人就抓不到这个道理 因为他想说反正就是这样 所以农历七月份 你跟你公公婆婆 处不好 这个月反正你就是要 对他很孝顺就对了 所以各位修行就让你换掉 换掉你的想法 好不好 所以今天八观灾界 我们就变一个人 变什么 变阿罗汉 变好人 变温柔的人 变菩萨 你就做一天就好了 好不好 如果各位成功了 明天领一亿台币 好不好 保证会成功 看到一亿 所以意思是说 人都可以做到了 没有众生不能成佛的 这是如何引导他 杀人魔王 宰坏的人 那佛陀都有方法 所以佛陀叫调义丈夫 可以感化对方 那念戒 他就是说各位要检查自己 清净自己的深苦意 让自己的深苦意 最圆满的 就像在无峻状态 无峻状态 保持好24个钟头 第六 念布施 还要关心着外在的世界 那我们佛教关心的是 念下来 六道众生 千万不能说 我只关心老人 当然要关心老人 我只关心放生 当然要关心放生 但是是绝对平等的 所以特别七月份 我们以孝顺自己父母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众生 所以我们以报恩父母的想法 来报恩所有众生 所以由孝顺乐 而变成普度乐 而变成超度乐 超度就是凡是受苦的众生 我们要让他离苦 超越痛苦 所以让他解脱轮回 名为度 所以第六要念布施 普济贫穷 那各位听我这样讲 念个背开 念佛念法 念身 念天 念戒 念布施 然后我每一个念头 也没有离开这个 每一个念头 这一点是最难 事实上也是最简单 不要花半毛钱的 但是有时候修行 如果你离心外求 我外表在持戒 我在忏悔 那这些东西 没有用在你心里面 那就好可惜 为什么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上个月看你也是这样 明年看你还是这样 更老去 烦恼都一样 不会进步 因为你没有把佛法 这个念 当下的心态 在二十四个钟头 一日一夜 乃至在整个农历七月份 保持这种孝顺 报恩众生的心态 那各位听我 你听我这样说 你这句话都保持这种 幽好保温对中心的心态 你这人会改变 马上把你放在顶头摆 哇不得了 你像活菩萨一样 对不对 你的子女 你的媳妇 你的邻居 哎呀看到你 真高兴啊 我想我们每个法师 事实上是在扮演这个角色 有力也无力 下回各位我们来选举法师 看哪一个法师选举的 他是属于看起来最慈悲 最温柔 好不好啊 那没有被选到怎么办 那就闭关吧 好好的 再谋念谋念 上个月再来被选一下好了 所以我想这一点 部分在家出家 成为一个佛教徒 就是希望成为别人 尊敬 学习的对象 这叫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河南圣众 大家能够朝着这个方向 河南圣众 向着圣者的修行 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 所以外以八支 约束其身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偷盗 各位这一点都做得很好 第三 全断淫欲 这个情欲 是生死轮回痛苦的根本 特别女孩子 我认为很多女生 看到前世的情人 今世的爱人 都动被疗 那有些看到仇人 也是眼睛就变了 很痛苦 克制不了 甚至外表挂着佛教徒 穿个海青还在偷看男人 那这一点你要自己要有惭愧心 就是明明想说 我很想 你就不能看 那你要干嘛 这叫做手印 因为这个眼睛 有眼睛的念头 就有思想的念头 就有行为的冲动 你听到吗 就像好色的男人 这个男人开车 停在楼梯 美女来了 一直看 这个好色 连疏忽也会 我告诉我 疏忽 就只有那么好疏忽 就是说 知道没关系 第一个念头 不要有第二个念头 赶快 赶快转回来 看佛像 不要去想他 凡是会让你起心动念 你都不要 去看 去想 去接触 要保持这个状态 不然的话 你很喜欢的人事物 你很喜欢盯着他看 想要接近他 那你就在满足 这个情欲 那你英文都不要 都该脱身系 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抓得 很紧 很紧 特别八观灾界 为什么要定这一条 因为你不定这一条 无法解脱轮回 我就是喜欢这个 这个人 我就不喜欢这个人 那就没办法 因为站在解脱道 当然讲的是性行为 站在菩萨道 讲的是心态 你的心态里面 没有喜欢跟讨厌 只有一种平静的悲心 要这样 全断淫欲 乃至第八 离非时时 过五不时 肚子饿蛮痛苦的 像我早上 四点就起来肚子饿了 昨天八观灾 对不对 那只能等到七点半 折磨三个钟头半 喝白开水 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赶快看经典 刚好就接这个时间 写牌位 但是你说不会饿的是不可能的 就在那边饥饿 但是这样脑筋很清楚 不要去满足它 那我桌子上人家都会放一些 我喜欢吃的 在考验我 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因为你还觉得有一个欲望 或是一个好吃 这个也代表心没有在平静的状态 空性的状态 起心动念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要修行 觉得这样很好 要保持这种状态 哪一天就能够超越这个状态 我希望各位天天都如此 家里有一个小小的佛堂 哪怕一本经典都代表佛堂 供养佛堂 供花供水 转过身来 佛堂的外面刚好 最好是有一片窗户玻璃对着外面 然后就对着外面 这样招请 点水 煮烟供 一只香也是个烟供 可是我喜欢点烟供香 是因为闻到味道 我就会记得慈悲 我知道我在干嘛 然后众生也欢喜 现在我们不是自己在畅悔了 因为诸佛菩萨 主师大德 全部降临 因为我们齐情了 目的呢 为了所有父母众生 无量无边的轮回众生 我们是中间的媒介点 我们好好的这种持戒 有这个信心跟悲心 安住在空性 那就可以把圆满了 诸佛菩萨的力量 来帮助无量无边受苦的众生 所以所有的动作都不是你自己的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这念是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洗手 洗脸 穿衣服 吃饭 开车 关门 走路 上洗手间 都带领了所有众生 都成为众生的 皈依模范 各位要有这个使命感 如果你觉得我一个人 你就会讲话随便 但是我现在 为了帮助所有众生 我一定要用诸佛菩萨的思想 来跟他们讲 所以再念一次 罗汉断烦恼 菩萨断习气 你要行菩萨到 连烦恼都不能有 不能有个人的个性习气习惯 一切都是代表佛菩萨 那你不看经典 你怎么知道你是佛菩萨 你一定要深入经上 智慧如海 你才有佛的心 佛的悲心 佛的善巧方便 而不是自己的想法 现在最难就是 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 用自己的个性在做事情 也认为自己 我这个就是佛法 这是最痛苦的 我们十个人都不认同你 你都认为你死得很奇怪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就是说 到底自己有没有 消除这个我执法执 能够融入佛陀的心 祈求三宝的加持 不能自卑 也不能骄傲 不能自以为是 那这样我们修行才有意思 修行是在一种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净化自己 也唯有你净化自己 那才能够把诸佛菩萨的功德 透过你的这种信心悲心空性 而供养给众生 我们千万不要做中间的阻碍者 自然水涨的水那么大 结果你这个水龙头坏掉了 而且开小小故意不开大 你为什么不开大一点 我慢慢来啊 我爽啊 就不给众生 不给众生 谈条件的 你钱多一点我就开大一点 你再多一点就再开大一点 把佛教当作一种买卖交易啊 这个是不好的 那当然我这样讲法 大家都不会啊 我们真希望 所有众生都得享甘露 所以如果你承担宝济如来的任务 拿摩宝济如来 这个才叫供养 慈悲发菩提心 学宝济如来 要来保护所有的动物 慈悲发菩提心要来承担 不动如来在这个世间的所有任务 要这样 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就是要真心的改变自己 千万不要认为佛法没有用 如果你的很多作为都没有改变 声音啊 走路啊 思维啊 写字啊 心态啊 人格态度啊 还是在扮演你自己 那这个佛法等于 这个自来水加热 人家也会变烫耶 对不对 放在冰箱也会变冰耶 那为什么佛法在我们身上产生不了助用呢 产生不了力量啊 那因为我们没有真心的忏悔 不了解自己的缺点 也不想去除自己的缺点 所以呢 这个好像对你就没有用 变成格格不入 这个障 为什么会佛的力量没办法从你身上 因为你有障碍 自己的烦恼障 自己的业障 所知障 等等等等 就把它给障碍住了 所以一定要虔诚忏悔 每天都要忏悔 只要有一个众生未得度 先不要讲对方对错 对方的对错都是我的责任 我只能虔诚忏悔来回向对方 所以不但自己忏悔 为了救度众生 也要怨待众生 受无量苦的来替他们忏悔 来感动他们 简单的说 你的朋友做错 你是跪着忏悔 你朋友会说 你为什么要跪 你又不用讲 让哪一天他知道 原来你是在替他跪着忏悔 他会很感动 那作为一个菩萨 就要愿意替众生常规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所以我今天意思是说 在大乘佛教 各位必须用在日常生活 那就是说 不管什么 你都意念到众生苦 更意念了诸佛菩萨的功德 而这样子的在 在保持正念正行 不管你在上班下班生病 你一个人在医院生病 那我这个肉体来承担 所有三土苦 生病的苦 因为如此 这么痛苦 所以我要来祈求 诸佛菩萨 来加持所有的病苦 你把你的病 成为佛菩萨的悲心 你把你的病 成为消众生病苦的助援 这个叫菩萨 菩萨 菩萨 那就是以这个空性 跟所有众生合为一体的空性 跟这种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的大慈大悲 所以我想 我们这样讲理论都懂 但是真的要做到 有一点难度 但是所以利用灾戒日 保持这个正念 那平常早课晚课的时候 是保持这个正念 一想到就保持这个正念 不管你在开车 所有人开车都平安 你在生病 所有人都脱离病苦 好 这样去承担 所以就会很虔诚的 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那个时候 你还不得不安住空性 所以为什么大乘佛教 强调空性 而是因为你真的想要慈悲 以这个为动力 但是如果你没有 消除我执法执 你还有业战很重 你没有空性 那你只是有口无心 帮不了对方的 只能摇起呐喊 没有用的 你也下不了地狱了 这样就帮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强烈的悲心 强烈对诸佛菩萨的这种 这种信心 功德 然后你不得不让自己 当下安住在空性 来断除自己的累劫累式的烦恼 不然的话 要拖多久了呢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来到场 久了 那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这个是对三宝不尊敬的 做一个儿女 每次让老爸老妈在烦恼 这是最不孝顺的 所以我想诸佛菩萨就要看到 我们的进步 所以这个修行的供养最重要 所以我们所彭湾灾界 就让自己完完全全 在一个断恶修缮 一个清静的 甚至一个大悲心的状态 要保持如此 但是千万不要用你的特权 你的体力 或是你的金钱 这种外表 想要去压别人 去赢过别人 或是耍一点小脑筋 要去对付对方 那这个是很损你的慈悲心的 我们就要一直保持在这个安忍 忍入了阶段 忍入了阶段 然后拿出来的就是慈悲 从这个世间忍 变成一种出世间的忍 世间的忍 就是你要忍别人对你的伤害 忍事情变化 这个叫念一次来 众生忍 法忍 从这两个忍入里面 去正入空性 叫无声法忍 所以没有痛苦来模拟 你不会开悟的 那是这个意思 一定要有痛苦 一定要有逆境 那这个痛苦逆境 我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有一个我 这样了解吗 有一个我在受苦 这个分别 所以越痛苦越痛苦 就像打坐也好 拜伙也好 去吃苦也好 那你才可以把这个我 在被受苦 我的意见跟人家不一样 这个叫我执 意见不一样叫法执 完全的消除掉 但是在也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各位千万不要享受成功 或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当你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或凸显自己的时候 你没有进步空间了 已经没有了 佛教里面最可怕的就是 一个不受教育的人 没有进步空间的人 为什么 他已经认为 我就是这样了 所以要不断不断的忏悔 而且不是为自己 从自己在替广大众生 在忏悔 所以你了解众生的烦恼 恶业 缺点 痛苦 只要他们在痛苦 我们就要虔诚的为他们忏悔 那跟我们最亲近的 现世父母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更多的父母 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握当下 尽全力的 怂阿弘 那见吗 把自己的身口意供养对方 愿对方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念一下 如等众生 皈依三宝 发菩提心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你永远要背下来 在你内心里面 任何一个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平常 不断的累积广大的善跟功德 一切都是为了供养对方 回向给对方 所以要把握这个 所以时间变化无常 一生到死 不要浪费一辈子 这一辈子这么可贵 又能够学习殊胜的佛法 特别我们的道场 对三寸的佛教 南传 汉传 藏传 都内心里面水洗尊敬 对其他的宗教 更要水洗的赞叹 水洗的赞叹 所以每次他们开车载我就一直合掌 师傅你在拜谁 你没看到一个土地公 拜一下 经过教堂问讯一下 对不对 反正每一个地方 上回有一个看到一个什么像 人家也不是佛像 我也拜 祖先不是佛像 我快就拜 我看就像佛像 但是我反正多一个念头 就合掌 对不对 这个掌里面代表什么 来菩提心的功德 慈悲的功德 空性的功德 何为一体 供养对方 对不对 你要马上给大家合掌 问讯对方 当然我这样讲 我是希望各位了解 正面在哪里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忏悔 原来我们没有做到这个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做到这样 在一个无贪嗔痴的状态 在一个无声口意恶业的状态 要把贪嗔痴转为来 把贪心转为菩提心 嗔慧转为大悲心 鱼痴变成空性 所以在无贪嗔痴 而转为三善根里面 把圆满的声口意的状态 如佛的声口意的状态 去供养 去面对所有众生 所以要积极的忏悔 要积极的发愿 忏悔不是消极的忏悔 积极的忏悔就是 断恶更要修缮 一定要发起四红四愿 所以也拜着众生来忏悔 如果我们这样来忏悔 是不是在超度众生呢 我们不但在净化自己 也不断的真实在超度众生 那我们的生命才会 分分秒秒在真上 在突飞猛进 这个突飞猛进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受苦的众生 我们不得不这么积极 这个叫精进波罗蜜 虽然很积极 内心是依然非常的平静 接受一切可能事情的变化 所以这个世间 再怎么样糟糕的变化 我在守八万载界 我不能生气 我不能骂人 这菩萨界讲的是 敬畏来际的 分分秒秒 保持在这个状态 安忍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要如此 离开空性 就犯界一样 这个叫三昧夜界 离开了普度众生 那就犯了菩萨界 要这个寺院界要抓得很紧 那就成为我们的呼吸 所以了解这样 所以前程忏悔 所以各位要经常忏悔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会离开 会离开这张这样的圆满的身口意 佛性的状态 我们前程忏悔 如果一忏悔 你真的有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也会被你这种心态行为感动 他也会超度 不然你说冤亲在主要超度多少反正 无量无边 连有形的人事物你都碰那么多了 这个人要骂你 那个人要对你好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这个世间你要去了解更多 哇 你会更畏惧因果 不敢造恶业 什么样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伤害 都会造成你的问题 那些冤亲在主要制造违缘给你 那些小小的感冒就让你起不来 是如此了 好 所以各位听到这个 我们要想说那个人就是我们妈妈 对不对 那个人就是我们的女儿 我们来替他忏悔 好 所以各位了解了 所以首先因悲肯涉受忏悔往前 使我们也代替所有众生 愿他们生 口 义 这三业都消业障 都不会被这个业障 冤亲在主所上的课叫无污染 这个时候要替他们忏悔 方看受戒 所以我今为如等举忏悔大经济 各位听我之言音 心想忏悔经济之毅力 一切有心早 这个心起心动念 贪嗔痴 傲慢怀疑 你生口意就来了 然后因悲肯在主就推你一把 让你提早痛苦 所以各位要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千万不要再犯 爱生气的人 爱骂人的人 凶堵堵的人 你不懂吗 你问你老公就知道了 你问你的家人 问你的隔壁 问你的同事 都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修行 你一定要很惭愧心说 我如果有什么缺点 你会马上告诉我 我绝对不生气 我还包红包给你 谢谢你告诉我的缺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很爱面子 爱面子 说了你就要去屁股 他又会买 那你又没救了 那叫做没法度了 无法度你了 因为这个人不接受劝告 所以在这一点 所谓善知识 并不是说他读很多书 这个善知识 他只要能够一针见血 讲到你缺点的 那就是最好的善知识 他只要尊责 说的 所以各位要如此 因为这个世间 几乎没有没缺点的人 那我们要很谦虚的 所以稍等你 你如果客户 我假批 我坐你假批 有红海到你 有啊 你穿我大箱 我抱歉 啊你怎么 你怎么嘴吵 我抱歉 没落嘴 那你要 你要一直去从旁边 检讨自己呢 我以前刚出家 我们是这样训练来的 我现在有时候 跟我们这些年轻法师讲 他们不太管这一套 每次去敲木鱼 敲完一定要 大家要下课了 然后海涛 向大众忏悔三败 就是没敲好的意思 OK吗 一定要每天跟他们忏悔 然后我师父说 反正你新来的 还没有受结钱 天天要跟大众忏悔 因为你唱得不好 不成熟 一定有错的地方 然后这样忏悔以后 保持你的谦虚虚 那其他等下吃饭 他就说 你刚才忏悔 我跟你说 那什么地方唱不好 终于有机会进步了 了解吗 因为你先表达忏悔 而且你讲了很谦虚 对方也愿意接受 他就愿意指点你 那个寺庙有十个出家人 每个人都来讲你的问题 现在我叫做 金死死 定了 不是金死死 你才会进步 这一点真的是 你要有这种谦虚的心态 不然你没有进步的一天 因为一个法师 一个影响力人 是透过大众的眼光 在盯着一个人 那你没有这个 被提醒的过程 自己认为自己可以 自己认为 拿起麦克风就要念 拿起麦克风就要唱 你不知道这个是 虐待别人 所以我的师父 这个教育非常好 所以我师父就说 当然了 别人在拜 我某某的大众 说的我会很傲慢 大家都不敢跟我说 你从你的口气 都要表现一种谦虚 反正我只要我上台敲 我就跟大众忏悔 这样 当然我师父这样讲 前面好几个都不忏悔 他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还是 每天这样忏悔 然后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认为 就算我敲得不好 唱得不好 但是我这样的忏悔 我这辈子就有改变的可能 我这辈子最大的改变 就是声音改变 这是我的奇迹 在我身上而已 我声音改变 讲话的态度改变 所以我以前不讲话的 讲话反正我也 我口才很不好 我就这个人比较内向 叫我帕巴翔 可以 叫我去钓鱼 可以 叫我去赌博 可以 碰 这样就好了 叫我去讲话 我跟讲话没缘分 但是不断的去忏悔 不但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唱颂 所以 那在这一点 因为我发觉 是可以改变 一个病痛 经过你的忏悔超度 它可以让你马上感受到 不病不痛 哇 这个是太奇迹了 但是 你就虔诚的忏悔 然后呢 跟他超度 当然你不用去问是谁了 你也没办法问了 但是至少你有惭愧心 跟他说话 可能他是人 可能他是动物 对不对 然后你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你给他做一些善良的事情 但是 重点 任何冤心在主中阴身 都有什么 念一下 他心通 至少对你很通 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很圆满的惭愧心 跟对他的接受 悲心 爱心 我要好好的来唱你 我好好的来爱你 我把最好的供养你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要成佛 我也一定要带你去 我们 他一直可以感受 他一感受 他就超度了 但是话又讲回来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冤心在主 一直希望你超度 因为 你现在发愿要成佛了 发菩提心 要去极乐世界 将来来你就是大菩萨了 他找不到你了 他 你要发愿愿累劫累世 为戏包括杀死一只小蚂蚁的夜 跟姻缘都来找你 你就一直一直消灭一场 观观难过 观观过 好不好 保持惭愧心 有一种最可怕的是什么 没有惭愧心还升起傲慢心 你就死啊 为什么 念一下来 魔障就来 这个魔一来啊 你眼神马上变 你自己看不出来 你的思想会很恐怖 恐怖到你都不怕痛 而且 这个魔会让你都不痛 因为你魔障来了 你看我最近身体很舒服 胃团痛 现在都好了 魔来了 要想吗 魔用这种方法让你相信他 相信你这个错误的想法 然后最后就让你突然中风暴毙死掉 这样就是魔的方法 跟吸毒一样 所以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狂的阶段 傲慢的阶段 甚至有人跟你提说 你不要再这样 你又故要这样 那魔就机会来了 魔进入你的心去引导你的时候 你就很恐怖了 是非不明了 所以我想时时刻刻保持这个 这个惭愧心才有办法 所以心想经济忏悔之毅力 决心发誓改往修来 这个修行一定要这个愿 我如果再犯我就下无间地狱 如果你不敢发愿 我们下回来办一个发愿法会 好不好 我如果再去谈恋爱 我下无间地狱这样才行 我如果再去称恨心 我下无间地狱 你不这样发愿 我跟你说没法度真的改不了 末法改不了了 改不掉了 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脑手机 一个赌博你都改不掉了 所以一定要佛菩萨做证明 自己敢要发愿 你自己不敢发愿 那不可能的 不会改变 所以更勿在座诸恶 好 这样各位了解了 三男子三女人等 如等自成忏悔尽 身心清净 罪业消甜 各位你要相信 佛的不可思议 三宝的加持 我如果内心里面 虔诚忏悔不再犯 这样来理尽诸佛 归三宝的时候 所有恶业都净化掉 这一点很多人没信心 以佛一败罪灭何杀 念阿弥陀佛一生 以真诚的信心 惭愧心 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哪怕灵命中这样捏据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点信心你要建立起来 要建立起来 所以你相信如此 你自己保证消夜 这样往生净土 你相信别人如此 我们帮他念佛的时候 对方真的是得到如此的功德 这样你来念佛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更何况是读经 读经典就直接把佛陀 讲经说法一样 佛陀在讲经说法 这样来读诵经典 在思维经典 马上你这个思维经典 就进入众生的心 思维不是自己在思维 是我心在思维心经 阿弥陀经的时候 所有众生就入众生心 所以你那时候会很专注 而且因为你这个悲心跟专注 佛就加持你 深入经涨 智慧如海 千万不要告诉自己 我看经都看不 那你已经把自己设限住了 了解吗 我并大看 我根本看不懂 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当然看不懂 但是你用佛的加持 谁看不懂 所以佛陀的加持 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见 佛陀一讲 一加持你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众生 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这样来看待一切 千万不要先入为主 特别是老大人都会先入为主 这样就这样 这样就这样 很过劲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都要放下 全然接受 全然得到加持 我也可以全然对众生慈悲 我今天跟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百分之百去挤入世界 这样就好了 了解吗 这样他会去吗 马上就去 你不要念整天 嘴又开开 这样就会去 这样又回来 因为你一退转一失去信心 佛的力量就不好了 管他怎么死的 管他被冰死的 管他被冻得要命 往生临终十个钟头 敲来敲去 佛力不可思议 不要把佛法弄得很严谨 没有一心不乱 没有临终八个钟头 没有怎么样往生 是我们在破坏佛头的力量 怎么死的是个人姻缘 那是夜报 但是念佛往生净土是百分之一百 你要这样去住年 对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不用pass 对不对 我有正念 我有在念佛 我已经发愿了 就保证往生净土了 往生净土必定成佛了 但是自己得到还不够 愿所有众生都得到 不管你是任何宗教 不信佛法 毁棒三宝 再次造很多恶业 我帮你念佛 你现在就得到这个善根 将来你命中得到往生 所以为什么 我们的佛教一见面就见面 来 阿弥陀佛 没有第二句话 对小朋友 对任何人都说阿弥陀佛 都希望他现在就得到了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你念的时候 你的信心够 所有佛的力量 就在你心里面流露给对方 你有信心 阿弥陀佛 百分之一百 阿弥陀佛 你就透过你的信心给对方 我们时时刻刻在这个状态 请问如果你在这个状态 你还会去抱怨世间的痛苦吗 会不会抱怨 不会啊 我现在得癌症 痛得要是 正好消业障 正好念佛 不然干嘛 你不会抱怨 有先生没先生 有钱没钱 子孙孝不孝顺 随缘 乐观 很乐观 因为这个乐观 也不是随便乐 是一种正观 你正确的了解因果 人来这个世间 是来消消业障 然后呢 积极的来修行 得生净土 那趁着后面这几年 广结众生善缘 好不好啊 广结缘 所以各位 不要每天关在家里 干嘛 做监狱啊 做地基主啊 你要赶快去 结缘 去老人院 孤儿院 有一点小钱 赶快出国去结缘 好不好啊 去海边 去浮沫区 去屠宰场 到处跟众生结缘 好不好 不要个性 孤僻怪怪的 每天锁在房间 干嘛 烧炭啊 做烟棍还叫烧炭 对不对 所以你要 赶快赶快 要佛法那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明天开始 麻烦各位站在你家门口 人家车子过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有很多人 奇怪 房间怎么变成这样 因为你在你家门口 不是都要坐在那边等死 在那边算车子 一二二 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隔壁的孙子 哎呦 阿弥坐一部车子 阿弥陀佛 老人阿弥陀佛 小脸嘛 阿弥陀佛 那这样 你这样念 隔壁老人也会出来念 然后就早上念佛伴 因为你很快乐 那个念到脸 脸这么庄严 皮肤这么粉红色 对不对 儿子就开始赚钱 因为你在为他们念佛 他们将来可以成佛 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坐 跟我通知我们电视台 要去拍一下 这样开始家庭念佛伴 就在在门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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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有人供养你 午餐 供养你 你不知道你叫做老师傅 不分在家出家 这个社会就变了 所以我认为佛法没有很困难 你也不要想太多 积极地去做就好了 就像我们那一堂观音菩萨 就拜在那边 减点都要讲的 就很多人在拜 对不对 你在门口这七天都不要买 别人路人来给你拜 你功夫真好啊 你能够打坐七天都不起心动炼 人家就来拜你 你不用讲话 你不用讲话 太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你能够坐在你们公园树下 每天早上就坐 好几天人家就会拿一瓶水来 这个人好厉害 每天都坐在那边 动也不动 我们是来运动 我们是来运动 他都不动 因为我们真正的运动 心不动 会有慢慢人家说 那些受人 那些不可思议 他们就会来接近你 所以这个佛法 不用讲话 你不动都可以度众生 问题是你的内心的状态 所以我想各位知道如此 如果受八戒而不发怨 这个怨就是怨众生离苦 怨众生成佛 自己也一定要成佛的怨 这样功德才能够圆满 成为波罗蜜 成为福德 智慧之良 所以若不发怨者得少功德 良意修行 跟我们的怨力 互相支持 特别我们这个地方在念一次 悲怨讲堂 我希望此地的法师 居士 护法 一定要记住我们 个人 长得漂亮丑啊 有钱没钱 有没有能力都没关系 表现你的悲怨 了解吗 一种慈悲的怨力 希望路边走过了 我们都跟他微笑一下 都希望他能够得到佛法的加持 都希望他们有慈悲心 都希望他们发起菩提信愿 那为了要引导对方 我们自己要做好 老实说 各位 你从那边走过来 那边有一间庙 你经过门口要不要合掌 不要说 那些悲怨讲堂 都没在拜我们心 那你这样把我们佛教的脸都给丢光了 因为我们是佛教的慈悲是面对众生 哪怕你是个小王爷 所谓王爷 我看到我就问讯 对不对 你越尊敬他 他越发菩提心 对不对 所以佛教是要我们懂得尊重对方 尊敬所有生命 叫横顺众生 以尊敬所有生命的方法 来供养佛 那供养佛就让我们学习 这样如何去尊敬供养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用合掌去跟对方说话 用微笑去跟对方说话 那特别在悲怨讲堂 所以我调查一下 今天现场有没有住在前面 房子里面的居室来受包吻 在这里有请举手 真正败啊 无缝啊 你看看 哇 这这下惨啊 这很严重啊 对面而已呢 你们度不来 法师以后都在门口笑 就让人家结好印象 连管理员都度来 那不要说 哎呀我们里面拜的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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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享受那种佛法的快乐 而忘了悲心 没有用 下回念佛念到外面去 念到外面去 念到大楼管理员再念出来 要这样念嘛 就是我师父教我 掃地掃到外面去 我有道理 有道理 微笑微笑到外面去 因为我们在慧日讲堂 前面是公园 旁边是夜市 经常要去走 我们每一摊素食店 都要去跟他买 我师父说 故意去买 买到他觉得 慧日讲堂还不错 故意去吃 也就是这样 带信徒生意不好 要去吃 我师父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让我们学这个 原来不是洁生自好 学佛大乘佛教 是要关心社会 融入社会 要让佛法对你才有用 所以千万不要隔壁度不了 都度那些远远来的 所以这样就对佛教 要敦清牧林 要想尽办法 去跟隔壁 下回隔壁带十个来 听到没有 每个月多十个 以后我们有特区 是给隔壁来的 后面的 隔壁的 那边的 那这样成立在板桥才有用 成立在板桥都度台北了 所以 那各位 我不是讲他们 讲你们要带几个来 不是我们要信徒 不是要钱 没有这个 就是让他们学佛 对不对 让他们学佛 你不要说 我明天也所包吻在街 你还是我 我要同理大众 带着处比隔壁所包吻在街 所以 我要对他们好 煮利豆汤 对他们好 打招呼 对不对 人家一贯道 我去你家洗衣服 我去你家照顾小孩 那他就会来求道 对不对 那你要行菩萨道 要开始去广结善言 这一点 特别特别要注意 这隔壁没渡好 你跑那么远 没用 这一点就是 每家家户户要敦募 要这样去做 这个才叫真正的纪律 所以我师父的交代我 他说你凡事要从零开始做 一件事情做了 不要超过两年成功了 赶快放下 又到别的地区 从零又开始做 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再进步 也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因为出家人为什么要一直流转 就是不要在固定的人事物里面 那边打滚 你会很烦的 这两三个住在一起 天天在那边吵架 看那个不顺 看那个不顺 佛陀说要油画 要流动 要接触众生 要往外 要往外 去引导更多 你要是没有往外 救了问题 会让你烦恼的要命 每天在那边痛苦 你每天在那边说我身体痛 你还不如去老人院 帮不一样的老人按摩 回来你都忘了痛 消了业障 解决别人的烦恼 就是解决自己烦恼的方法 帮助别人学佛 就开智慧最快的方法 用脑筋去想办法 如何让更多 没有接触佛法的人 能够接触佛法 你自然开智慧 请记住这个简单的道理 利他的心态 最容易开出无限的智慧 佛性自然找了 展现出来 所以各位这辈子 你给自己一些题目 我要让不认识的人认识我 我去认识他 让他因为认识我 而开始皈依 开始学佛 所以各位没事 请到我们对面 按摩给他按一下 谁介绍来 海涛法师 然后人家等了 你就开始跟他讲话 够一种按摩 不用几年去拜佛了 你要慢慢慢慢 不管他是卖冰的 卖饭的 卖豆浆的 卖素食的 你都要去跟他结缘 这条街 这条巷 你要一直跟他结缘 这个不是攀缘 因为你的动作 是为了度对方 那为了度对方 让自己的身口衣要柔软 要亲切 要慈悲 所以我到现在老实说 我很喜欢一直跑 我不喜欢停 我不喜欢在固定的地方 在固定的信徒 每天有几个你看我看你 哪有意思 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把握有限的生命 做无限的发挥 要结缘到底 下回我们一起去南极 好不好 然后再去北极 然后再去极乐世界 意思是说 你要把他跑完嘛 你要把这个世间 要跑一圈 在远的地方跟他结缘 现在没办法结缘至少用心 来发挥功德 回向非洲地区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所有友情 王阿虎 所以我在飞机上 我都不睡觉了 窗户打开 用我的眼睛 用我的心 用我的嘴巴 一直跟他们念 因为飞机上一直飞 从东岸飞到西岸 所以飞过海洋 飞过陆地 那你才有那个机会 跟他结缘 对不对 那你就要跟他 这个土地上的人事物 都要跟他结缘 各位要把握这样 把握这样 那为了让对方更好 我们自己要更有丰富的 不要一辈子 就跟一个男人结缘 都要在起心脑面 所以你要把自己 展开来展开来 不是放弃原有的 原有的是你照顾得很好 但是要对外 要展现 这个叫花开 开 要能够融入于世界 所以 那花开也是要 跟众生结缘的 让众生看到他的庄严 所以各位 听我这么说 我只是告诉各位 不要把佛法当作一种固定的形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对 是人人都让他懂得念佛 你要念佛要发愿 要发愿 我现在带十个 带二十个 带四十个 带八十个 那当然越多的众生来念佛 从有形带到无形 这叫一直这样 我现在念心经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心经的功德 乃至心经的利益 现在有电脑 有网路 台湖透过这个机会 还年轻人可以跟很多众生结缘 让他们看到 你要花脑筋 花脑筋怎么样找到最好的 用最好的去让他们学佛 所以各位要发挥这个 所以你一直越想利他 慈悲的利他 那你的佛性就有种显露 你越想要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就一直加持你 那你才知道说 哇 不可思议啊 自己在身口意方面 不断的不可思议的 在显现那种清净圆满的那一面 下回把你隔壁带来 把你公司员工都带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很积极的 每一家餐厅没吃过的 我一定去吃 那吃了以后告诉他怎么煮树 我去他们是煮荤的 我就叫他煮树 慢慢跟他结缘嘛 结缘以后我送他们东西 我对他们很亲切 人家也会被我们的人格感动 慢慢对你印象不错 后来我出家了 每一家餐厅 我那时候住在台北 都会再去走一次 哎呀 你出去啊 然后就送他一些书 对不对 从在家结缘到出家 就目的要让他能够懂了佛法 所以不认识也要去结缘 各位要发这个愿 好不好啊 这才叫悲愿 有这个悲愿 要让整个板桥地区 打台北地区 整个海边河边 都要让众臣学佛了 你要相信了 法力不可适应 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懂佛法 大乘佛教是为了净化人心 净化世界的存在 不能一直卡在你自己身上 我哪里痛哪里痛 是为了送生在修学的 所以除胎经与云 八观灾戒者这样来发心 就成为诸佛父母的成佛的基本 萨伯多论云 若作严辐提王 严辐提影响力可大了 大家都吃喝他的 严辐提所有友情都靠他的 以严辐提中 一切人民给予金云财宝 于中自在 包括没有什么地震火灾 让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所有如是功德 以八观灾功德分作十六份 严辐提王功德十六分钟不及一分 所以持戒的力量大不大 但是各位要用菩提心持戒 所缘缘所有有情无情 要发起这样子的 这种菩提心而持戒 而且持戒还不是说我在持戒 戒的目的在于度对方 在于接触对方 在于不舍弃对方 而不能说我关在房间持戒 要有 如果说今天没有半个人 那只要用心呢 今天有这么多众生 你要缘所有众生 你要想办法去接触它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上万会医师 政客穿这手帽是非常重要的 方业措施 可以保护我们 护免因为手帽接触到媒体 所以来感染一杯 在外面不方便丹洗手的时候 可以使用酒精含量 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的 大洗手産品 来穿戒相手 请记得 要使用有九龙的大洗手液 更是护免的相手 手心 手背 手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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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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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提醒大家 明天时代会有更多的人 听完佛法了着声音